好,來 就剛才看完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看到裡面有任何 你覺得這一些所謂的盈利型大學 他們在操作上面 你覺得有違反倫理的議題? 如果有的話是哪些? 有哪些這些所謂的一個盈利型大學 他們的一些操作實務上面 你覺得是有倫理爭議的? 例如說他們的業務會比較用一個 高壓手段 對,然後直接跟他們說 他們上了就可以得到什麼什麼 靠過什麼指導 就是他的這個包裝的手法 有點不太符合他的實際上的客戶 可是這種情形,一般的產品都 這不是一般基本行銷上面常出現的狀況嗎? 是沒錯,可是他需要消費者 例如說他們的原本經濟的狀況可能就不是很好 然後他們就用這個包裝去推薦他們 所以這是兩個議題 所以第一個事情是你覺得說 這些公司他們有在從廣告的 material 推廣的 material來看的時候 跟他實際提供的東西有出路 所以這個算是你所謂的第一個 有爭議的地方 第二個事情是你覺得他有未履行的承諾的部分 就是例如像我保證你可以找到護理師的工作 但到最後你不符合那個資格 或者說我保證你可以取得職業心理師的資格 但在最後你不能拿到 這叫做不能夠被實現的一個Premise Unrealized的Premise 你再把我換一次筆,這個筆沒水 好,還有誰? 我們一般大學的課程要鼓勵開入很多 考慮過很多次參與 然後正式的開課 可是他們可能需要幾天就可以開發 就可以正式重複這個課程當中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確認 課程的品質跟比較 就您覺得貴校的課程 都有辦法保證它的品質嗎 可是至少你也 就是幾天來說不太快了吧 也還好啊 我認證的話 我也可以兩天就編出一套課綱啊 是沒錯啊 而且我覺得不太好啊 OK 所以對於你來講的話 這個叫做 太快編出課綱是有問題的 那你覺得要編多久才算是合理的 就是應該要跟多方的專人 就討論過吧 所以至少要開課的問題啊 是不是 OK好 所以你覺得開課的部分不夠嚴謹 我們看一下 來,覺得開課這個部分不夠嚴謹 對你來講 是個倫理議題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可不可以 對不起,我用投票來講好了 如果你覺得開課那個部分 是倫理議題的人 請你選一 你覺得不是的人 請你選二 你覺得剛剛開課那個議題 是有問題 倫理議題的地方 請你選一 您覺得不是的人 請你選二 可以 然後題目是 有關他開課的嚴謹度 還是 不是,他開課的方式 就是這麼短的時間當中 把課開起來 這個部分 你覺得有倫理議題的話 請你選一 沒有的話請你選二 看,沒有標準答案多喔 我自己當然有我的看法 不過我覺得沒有標準答案 好,看一下 一比較少 二比較多 好 覺得沒有倫理議題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覺得沒有 剛剛覺得說這部分不算 您的名字是 39號 徐公文 你好 你為什麼覺得沒有倫理議題 因為他有一些 可能他那些老師 可能以前都有教學經驗 所以也不需要太多聽 因為他可能就只是把其他以前 教過的課 再回來重新開而已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每堂課都要那麼嚴謹 因為他就是以前有經驗 OK 我記得我當年第一年 教企業概論的時候 我就算我把別人的課 剛剛抄下來就抄上去了 然後我就寫完了 所以我只花了一個小時 就準備好了 這樣算不算 這樣符不符合 你剛剛所說的嚴謹 的要求 我覺得 只要 只要是有辦法 讓學生學到的東西的話 那其實那個幾天 我覺得還好 OK 好,謝謝 那覺得是有問題的人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我覺得有問題的是在他 我投資是因為我覺得 剛剛那個課法 應該是說 學校用的方式是把 別客方的 直接關在班 就用一個禮拜 就直接把他關在班 然後他出來 這種 所以你覺得 你現在針對的反而不是說 針對的是指的是說 這一家 這個學校或這個公司 怎麼樣對待他的成員的方式 不對 是不是 對待他成員 然後把他們關起來 然後叫他們做一件事情 這個方式 是所謂的一個 不當的管理 我覺得會連帶 你講到課程開始 好 所以你 那上面你會覺得 把他關起來是一種 不當的管理作為嗎 我覺得是 是不當管理 好 有不當的管理 覺得把人關起來 一起討 一起做一件事情出來 正好 這個刪掉 來我們再測一個東西 覺得說 把 呃 像剛才那種 邊課 發展性課程的方式 對不對 把一群人關在一個旅館裡面 關個兩天 東西做完之後才能出來 這樣子的方式 算是不當管理的人 請你選一 一 不算是不當管理的人 請你選二 現在開始 沒有 沒有看情況 蛤 不能看情況 是 噢 你說看情況指的事情是 因為他如果給很多錢 那種 OK 先不管錢的問題 一件事情 不應該 一個事情對不對 不應該是你拿多少錢的問題 沒有 就好像說 噢 好 同樣是賠稅 哈哈 免費賠稅跟 給你 給你一個豪宅賠稅 這兩個 這件事情 對跟錯應該跟 他給你是豪宅 還是給你一杯飲料 並沒有 並沒有直接的一個 對跟錯之間的關係 可是我覺得 對跟錯應該要看去做的那個人 他如果真的願意 就 噢 對 我現在不是在乎對那個人來講對不對 我指的是對你來講是不是 對 對你來講 你不要管 對別人來講可能會怎樣 好看一下結果 一是算 一是算算 二是算不算 好 覺得 算是不當實務的 對 心少不算的人 覺得不算是不當實務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一群人關在一起來做一件事情 做好了再出來 好 最後面那位同學 我覺得 我覺得這算還好 就是 因為一群人關在一起 然後再搞的 直接被訪問出來 就是比較好笑 嗯哼 所以我不覺得 這是非常好 如果就 好 謝謝 你的名字是 黃 欸你幾號 六號 好 謝謝 你呢 就是我覺得 就很像是我們常常 有一些什麼 學次要出題之類的 其實也常常來說會把一群人 放在一起 然後可能是避免一些利益迴避啊 或者是可能避免 自己洩漏出去 然後可能造成一些合作之類的 所以我認為其實把它關在一起 而且填數據不多的話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不當管理的利益 是 好 那覺得是的人可以分享一下 除了剛剛那位同學之外 可以 我覺得沒有利益 就是他們又不知道考試出題 沒有利益迴避 然後關機電話其實蠻長的 他們如果不想要的話 他們也沒有辦法 你不覺得把一群人關起來 做事比較有效率嗎 七天不代表 七天哪有效率啊 你跟你建設一樣 覺得七天哪有效率 你決定一天能結束啊 才叫我 不是一天做完之後 你覺得我的沒品質啊 等一下那個先講 然後 哈哈哈哈 他們沒有辦法拒絕說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拒絕說 就是他們可能沒有辦法拒絕說 他們要不要拒絕關係 因為他們是 不是 就是中生PIN 就是他們是人P 所以你覺得中生PIN 就可以拒絕他 就是拒絕他 所以你不會被開除 一樣啊 一樣開除 因為你不符合管教啊 怎麼會不開除 因為你今天如果不符合上面的 你如果今天不符合主管 主管的那個指令的話 除非那個主管的指令 是明顯的有違法 這類的行為的話 那麼這種所謂的一個不服從 是被構成解除 雇用合約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 帝皇條款 喔 好 你放那個地方 好 來 除了這些地方之外 還有哪些地方 你看影片的時候 你覺得有倫理爭議的地方 沒有去大學生 就是不管他 可不可以負擔的 寄這個學費 嗯哼 我們真的 真的去到 真的會在念書上 會在念書上 OK 你覺得學校沒有篩選這個東西 是一個 錯誤的東西 好 我們先分兩個 你聽到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學費 第二個叫做 是不是會念書 這個部分是不是 就是 還是說必不必的兩頁 對 好 我們正好這兩個東西 翻開來看 來第一個 請問各位 你來中山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問過你們 你們負不負得起學費 沒有 所以中山也 中山其實蠻不倫理的 好 第二個 你們 你們來中山 來念中山的時候 不管你怎麼進來的 我們有任何的人 去 去 量測過 你們必不必的兩頁嗎 沒有 考試 考試 考試不就是 真的喔 可是很多人考完是 很多人考上大學 避不了頁 可是總比 都考不上的 更容易避掉的頁 可是國外很多不用考試的學校 畢業的水準 不見得比較差 對啊 但沒有 所以有沒有考試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 還是它是某種程度的 在篩選 但能不能 就是完全是有相關的 那如果像貴所 每年都被到滿 然後都進得來的話 這樣貴所 到底有沒有篩選 有啊 還是有篩選啊 都被到滿了耶 還是有很多人 被到滿了 被到滿了都有缺額了 還剩下那邊 其實有很多人 有報名 但是他不會在名單上 沒有人被都被不上了 那也是一種篩選 喔 所以 貴所在這上面來 還符合到底 好 我們先猜兩個地方 第一個 有沒有確認那個 是不是畢業這個部分 有沒有畢業能力來講 你們覺得這算不算學校的一個工作 認為算的人請舉手 學校有義務去確認 這個學生 是不是有能力必了業的 舉一下手好不好 舉手會很尷尬 我們用投票的好了 覺得 學校有義務去做這個事情的人 請你選一 覺得學校沒有義務的人 請你選二 對對對 先確認 做正分的確認 不管這個確認夠不夠準 只要你認為 有做任何程度的確認 就算進到義務的人可以選 可以選一 只要你覺得說是有用的就可以 因為我們一定有不同的看法 我是不相信考試的人 好 來 一是有義務 二是沒有義務 二是沒有義務 好 絕對沒有義務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覺得學校其實並沒有義務 要去確認學生有沒有入學能力的 你進來大學做一個學生 你就自己一定要努力去畢業 不是說學校還要想媽媽 還要說阿怎麼讓你保證畢業啊 這是學生自己的事 嗯哼 既然選擇 既然選擇重回學生的事 你就自己要盡自己的責任 OK 所以你覺得這是學生自己 該付的義務 好 謝謝 不是說畢業啊 我覺得學校沒有義務 因為一方面來說 就是可能有一些學校的 有義務的科系 就是如果他們 有義務要告知說 要確認學生沒有畢業的話 那搞不好會想要很高生 然後可能很多學生 是為了要起學歷 然後去注意讀那種科系 那如果有 學校做 有義務告知他們的話 那這樣子就會降臨 一種科系搜尋 所以 對於你來講 這些學生 學校真正的責任是 收到比較多的學生 還是不需要收到比較多的學生 我覺得是收到比較多 收到有責任要收到比較多的學生 好 謝謝 來 那我們再問一下 覺得學校 有義務要做這個事情 確認學生有沒有入學 有沒有畢業可能性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學校有必要要確認的 我是覺得說 假設 學校的目的是要去 生產特定領域的人才 是 那在這個目的之下 他應該要盡可能多生產 這樣子的人才 是 但是如果他今天招收了一個 沒有辦法 成為在領域人才的人進來 那就是浪費資源在一個 不會成功的 例子上面 所以應該盡可能把資源交給 有可能成為人才 所以等於說如果換過來說 我讓你來定義學校的一個存在目的的時候 你是會把它定義成說 他的目的是 要能夠成功地生產 適合且社會所需的人才 如果這樣子來推論 你所原先認為學校的目的的話 你指的是像這樣子的立場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某個學生如果他不適合的話 你會覺得寧可學校不要收學生 也無所謂 就例如像好 例如純粹舉的例子來講 呃 台大某博士班 招生零 雖然有十個人報考 但 你發現那十個人都不行的時候 你覺得該做的選擇是 這十個人通通都不要收 我們今年一個博士生都不收 是像這樣子嗎 因為這十個人我覺得他都避不了業 是不是像這樣子的狀況嗎 對 OK 好謝謝 好 我覺得 不只是要衡量這個學生 他有沒有能力 因為其實現在普遍來說 大家都已經具備一樣的 差不多的程度 那現在其實 會導致大家沒有辦法畢業的主要原因 是大家對於這個科系 或是未來的職業並沒有熱情 比如說 你是來報考氣管器 可是你並不是一個 適合成為氣管人才 所以教授在面試的時候 他們就會篩出 是不是有些學生 適合成為這樣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這就是一個篩選的機制 所以學校還是得做這個事情 其實有人在做這個東西 其實他不是在衡量學生的 有沒有能力去完成的事 不關不及 那財務部分呢 學校有義務要評估你們 是不是有錢 來繳學費嗎 覺得學校有義務要評估你們 是不是有錢來繳學費的人 就甚至說繳完學費之後 你還得起這個部分 你是負擔在起這個學費的 以後還得起的人 請按一 學校沒有義務 評估你們的 就是在financials的一些狀況 你只要想來 符合了 任何學校的入學條款之後 就讓你進來的人 請選二 有義務篩選的人請選一 沒有義務篩選的人請選二 現在開始 好 我們看一下 也是一樣沒有的比較多 覺得沒有義務篩選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我認為 那位好 他今天講的比較少 我嗎 對對對 我認為是學校 需要將學費的資訊透明化 然後選擇存在學生身上 所以不一定就是要幫助 學費做賽事 為什麼 我覺得只要把這個資訊 公開透明化 讓學生去選擇他要怎樣 你自己選了 你說要了 表示你給我concent了 所以我就 我的義務是 要告訴你 基本的狀況 至於評估是不是適合的這個事情 你會覺得 交給學生就可以 為什麼交給學生就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學生應該有這個能力去做 因為學生自己應該有能力去評估 你不見得比他更聰明 學生是成年人了 他自己會做足夠的 你幾號 二十七號 二十七號 接下來 還有誰 他剛剛先舉 我是覺得不需要特別去採選 然後這樣來過濾學生 因為 就算這個學生 他現在沒有能力可以負擔的學費 但是 現在學校 甚至政府 都有可以協助學生在 申請什麼 助學貸款這方面的服務 所以 不需要因為他目前的財務狀況 就不讓他去 不讓他入學 而是去幫助他入學 丟其他方式 前一陣子我在 中山大學算不算一間 找不到工作的學校 你們覺得 好 如果資工呢 氣管我不敢講 氣管這種 這種戲先丟一旁 不管他 資工呢 現在不是大數據政略 資工應該蠻好找的吧 上次在那個 PTT的軟工版 看到了一個報告 有一個中山資工畢業的學生 在那邊寫了一個 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我需要工作請救救我 他找了兩年 找不到一份工作 所以有沒有可能 學生到後來會因為 找不到還是會找不到工作 還是會找不到工作 可是我覺得有可能 還不起 有可能是因為他自... Ever太多 自治... 這就是可能有工作 但是他不想做 像你這樣 就是... 他找到的工作 他找到了工作 也不能說他自治甚高 是因為 薪水還不起他的學貸的錢 這樣子的話 我們到底有沒有義務 幫他先做篩選 canon そ一定做的 幫他平衛完他的還款能力 這是怎樣 還是不需要嗎 他赚到的薪水 没办法负担他的学贷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要帮他想这个部分 本来是你觉得也不用 他都成年了 自己总会算吧 哦 好问题 所以就算我们想做也不行 所以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好 那觉得学校有义务做这个事情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见解 我刚刚看到后面他们有说 他们是盈利学校 刻意把那个还款期间延长的部分 就是会这样可以来公开说明说 其实学生是有能力还款的 对股东方面是这样的 可是事实上就是学生还不齐勤 所以才会有他们才要设立那个期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校自己 也要评估一下说 这个学生到底要还不还得出钱 不然他们到最后也会没办法 就刚才盈利型大学的Case来讲可能还好 因为盈利型大学 付给他钱的对象的是政府 政府出学贷 那 那个什么 所以基本上那个部分 其实对盈利型大学来讲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他一样 就是学生还不出来 他一样有钱收 他才不断的把一些 那种叫什么 所谓的还不起钱的人 都把他履库进来 对 这样就等于是资金的缺口变到 好 你呢 就是 那个 因为那是在美国的历史 然后刚刚 缺分费很贵 就是 三百到五百美金 对 然后这对其实 社会 一个社会比较底层的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你觉得负担不行 你就不要来呀 我今天之所以就输这么多钱 因为我可以给你一张文凭 这个文凭有机会 让你找到更好的工作 既然你都愿意 所以我才出这个价格 如果你觉得这个未来 你觉得太贵的话 就是free country 我们是capital capitalist的一个country 我们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自然而然 就不是卖给你的 这样 不合理吗 可是感觉就是他们 你知道他们有没有 隐藏这个事实 OK 有没有隐藏这个事实 是你所关心的这个部分 对 好 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得快速的做点小结 在前面这个问题当中 其实 我们在测的题 跟各位之前在玩的 那个 第一个个案是一样的 我想让各位去看看说 你们所发觉到的一些 有些议题 到底有没有发现的能力 那我们今天 无法把它全部都举出来 可是 至少 我们可以确认到 这一件事情是说 一 里面有很多的地方 可能是有争议的 而这些地方当中 你会发现到第二件事情是 其实你觉得 你觉得可能是 对跟错的那个地方 其他同学可能 会用不同的观点 来看待这个东西 所以 这里面来讲 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到的 一件事情是 来自于说是 在这个世界上面 真的有很多种 不同的一种价值观 有些东西 你觉得是 别人觉得不是 有些东西是 别人觉得是 你觉得不是的 但是 正是因为这么复杂的 一个东西 所以当你今天要下达重要决策的时候 可能必须要透过某种的方式 能够 让你能够去吸取到 更多的人 得同的观点 试着用同理的方式 来去把一些 可能的论理议题 给找出来 这是在第一个部分 好 第二个部分 因为时间很短 我快速的调查一下 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因为现在台湾也碰到 类似的问题 对不对 很多大学快要开不下去 那各大学 每个大学都在 都在抱怨 我不要说脏话 都在抱怨 自己的一些 那个叫什么 而经费不够 对不对 好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你觉得大学这种组织 到底适不适合 把它发展成 盈利化 或者公司化 这样子的方式 如果你觉得是的人 请你投下1 觉得不是的人 请你投下2 现在开始 以台湾的情况 对 以台湾的情况 以台湾的情况来说 嗯 很好 有人在想到地区别的问题 好 先用台湾的情况来看 我们股市不断在上涨 而且我们希望股市不断 蓬勃发展 每年股市不涨 我们觉得政府做不好 我要先强调这个部分 然后股价指数 跟上市公司的数量有关 好 我们看一下大概的状况 诶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不好 好 先问觉得好的人 因为这是少部分的人 觉得好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见解 为什么你觉得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玩 因为 因为如果盈利的话 势力要面对的是 恋爱关系 那 要有 要有获利的成长的话 主动就会 太多 就是 这家的学校 或者会 运作是不是很好 那 势力效率会相对 现在 效果 比如说 效率可能 所以 营运上 应该是会 禁定 但是 营运在什么上面 会变得比较进步 就是处理工文 OK 做事情的速度上面会变快 做事情的速度会很快 是 可是在 就是像刚刚影片里面 有看到 会有诈骗的事情 所以 这个方面 可能有人需要 所以有生意就有诈骗 做生意不能不诈骗吗 刚刚影片会说 他会 会有人 会有话术 是 所以 这边会需要 一个 可能要有力 去监控 如果真的有这些 就是 引力的大学要上市 是 你的座号是 你的名字是 杨博翔 杨博翔 好 谢谢 还有没有觉得 觉得支持的人 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 你的理由 他比较多方的意见 然后可以融合在一个学校里面 然后他也可以猜测一些 比较符合对性潮流的一些课档 就不会像一般的大学 传统就是 可能要修很久的课 然后才可以去 等于 应该相关 或是大附近相关的课 你说必效吗 好 你的名字是 杨博翔 那 觉得说 在台湾这个场景当中 我们不适合推广 像引力型大学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子 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 从当影片是美国 那很多人 很多学生是因为 例如说现在大学 没有办法融 就是 可以说的人没有那么多 那他们想要继续去学的问题 那 那个 影片里面的组织 他负责去 帮一些 例如说他们 经济比较不好的大学 去完善 他们的经济问题 然后让这些学生可以继续去理 但是我觉得 台湾的状况是 不太一样的 台湾的大学很多 但是 有些学校他们导 可是我们的学生 没有到那么多 我们没有每个人都 很强制说 我们要大学 但是没有那么多大学 可以念 然后所以我觉得 在台湾其实 还没有必要到 例如说我们要用 引力的方式 去 建造大学 或者是 支出那些大学 让他们可以遭受更多 商业化之后 可以让我们效率变得更高 或者像那同学所讲的 提供出来更符合 你们需求的产品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的时候 虽然我们的大学已经 够多了 但是如果把我们商业化之后 会使得我们能够做出 能够更符合你们需求的一些 课程 让你们在这边 行政效率 命令效率是更好的 因为学校想赚钱 当然 probably也许你需要 多给一点钱 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玩 你不觉得这样是 还蛮好的一种 一个世界吗 可是我觉得说 例如说 今天我今天 去网路上 寻找我自己要的资源 或者是我要进 学校取得这个资源 是两回事 然后进学校之后 我要拿的是 我学习的东西 或者是文品 是 这两个东西 又会影响到我未来的自己发展 是 所以例如说我今天进 我假如要去读台大好了 我要拿台大的文品 我重点不是进台大学 这个东西 的话 那张文品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 那如果我进学校 是要取得说我要的东西 例如说我进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把台大拿来上市好不好 还是不行 可以评估一下 可以评估了 好 还有谁最后一位 老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回到就是 学校教育的本质 究竟是顾客的导向 还是产品导向 如果学校把我们学生 当作我们是他的顾客的话 而不是他们的产品 因为顾客的话 他是希望说 有越多顾客进来 那他们就越好 但他不是希望我们说 我们这产品进去 可能从一开始原料 然后到大师毕业的时候 可以到成品 是一个变越来越好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台湾要盈利的话 应该是 不可行的 因为盈利的话 会太偏向顾客导向 而不把我们当作是产品 你觉得我们现在把你当产品 没有把你当顾客 我觉得 我蛮希望老师把我当成产品 就是我在毕业之后 我可以变得好的东西 上次我在交大口试的时候 他们有人在做的事情是说 用服务业的顾客满意的那种 那个叫什么 顾客满意的分析方式 就是来研究一下说 他们交大的某个系组 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学生的满意度 就是把它当成顾客的导向咯 好 来 这个问题当中 其实我把简单 下一个小的结论是说 其实这答案里面两种都可以 那其中有一种 我觉得有趣的两个地方 是一 请大家思考一下说 对你来讲 或者对这个社会来讲 大学这个东西 到底办你的角色是什么 他可能的角色有很多 例如像你刚刚所说的来说 用你的话来讲 叫做培养人才 或者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 就是有点像 你的用词叫 产品导向 对对对 其实我们现在蛮像工厂的啊 好 那个其实是我 我其实不喜欢那样子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 台湾现在都把高教 变成就是工厂化 这就是错误的行为 因为古典的观点来讲 大学是一个 培养绅士的地方 好 这是古典的话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聊那个地方 那 可是 不管 可是对于某些公司来讲 为什么我今天 看到台大的人 我可能会觉得 台大的学生可能值得录用 为什么 或者为什么某些公司会说来 非台政清交乘四中不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学校这个地方 已经扮演了某种筛选的角色 所以对社会的某些雇主的期许来讲 学校这个东西 不只是一个 他并不知道 你会不会有那个知识 但是 他看到了这几个东西之后 如果用行校的术语来讲 这个叫什么 品牌效果嘛 我看到品牌之后 我会想像这个品牌 可能具备什么样的东西 那如果用其他比较 偏向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的时候 是他把学校这个机制 当成了一种代理机制 因为这个代理机制之下的时候 他里面扮演了筛选辅导过于的角色 所以我相信这个牌子 那换言之 我们假设一下好了 如果各位是雇主的话 你今天请了五个台大的学生进来 只有五个你都是雷 雷完之后呢 在台大再应征的时候 你敢办法用台大的 可能你就不会了 你会觉得台大什么都是雷 聪明的雷没有用 你可能要笨的 但是会做的事 我不要找去偏台的雷 可能就用这种角度 所以换言之来讲 如果学校在这边 并没有做完这些筛选的标准的时候 一方面可能违背社会的期待 另一方面来讲 长期而言 事实上会让这个学校 他在某些功能上面的表现 会被别人觉得 你没有做到像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学校本身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 我们可以与他不同的一些社会的义务 在这个里面 那这些义务当中的时候 就涉及到的事情是来自于说 到底用商业化的模式是不是适合的 因为各位注意到 学校这个组织 不管什么样子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想到 既然是企业的话 Profitability 获利这个部分 是在意的一件事情 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 该做到的事情是说 我要能够维持它的一个 正常的营运的一个活动的下来 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看起来商业的方式来讲 多了我更多的一些套利之类的空间 或许会让我做的更好 但是当我今天把商业化的东西放进来之后 是不是有某些的东西 会不小心的牵动到 导致影响到我日后的一些行动 例如像 我今天是一个 以台大来讲的时候 我最佩服台大的事情是说 有些系组 今天他觉得说 例如像博士班 找不到适合的学生 来 老子今年不糟 反正我们是台大 不缺这个钱 就当年挂零 如果我今天是闭校的话 那很抱歉 我觉得闭校都是 你只要啃他 我就拜托你来念 不然 没有我们锁上还不会这样 我们博士班还蛮热门的 但很多的锁 可能会变成像这样子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说 我今天如果没有招满的话 加不复扣我的钱就会变少 变少完之后呢 有一个人叫校长 这有录影吗 哎呦糟糕了 剪掉谢谢 这校长呢 可能就会跟教助交代一下说 为什么入学率这么差 那么呢 这个注册组呢 就会跑来找校方说 找系上说 你为什么入学率这么差 为什么不让别人进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是会让原先 大家所期待那一个 过滤的功能的部分 就会因此而被 而被 而被影响到了 或者说像刚才那个 所谓的一个 有人质疑说 有不当的一些 招生的食物在那个地方 可是那个东西 又何尝 可能不是来自于说 是在 所谓的引力组织之下 它的某些机制运作之下之后 产生了一些管理机制的运作 指标的设定 造成对于里面的人 这些行为有些不当的牵引 我们期待的顾问事情是 本着我的立场 用你最专业的角度告诉我说 我是不适合念 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我负负担得起 但是对于顾问来讲 他有业绩的压力 我招不到人 我就要多打电话 所以我只好尽量的把你拉进来 这两个就是一种利益的冲突 因为机制设计上的东西 所以从另一种角度来讲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人告诉你说 对不起 基于学校本身的一个目标 长这样子的时候 可能 营运的 用盈利组织的形式来 经营这个学校 可能不大恰当 因为里面就会有一些 所谓的必然的冲突 所以在这种行为之下的时候 才会发现说 在大部分 你看 以前要交易的需求很早就有 对不对 验述的需求也很早就有 但是 交易的需求来讲 很快的就变成商业化的组织 但学校这个组织来讲 就 除了像刚看到那样子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般不大会看到 这么多的一种盈利性的组织 那是因为 在组织的特性里面 本身就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东西 那所以 在这几年来看的时候呢 是一个组织 它要怎么运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检视一下它的目的 而这个目的甚至会影响到 你到底该用哪一种方式来营运下去 那详细的部分来讲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敏茨伯格 敏茨伯格有一本书叫 《敏茨伯格谈管理》 在他的第13章跟第14章当中 去讲组织治理类型的时候 会有类似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会去看 但是那个其实讲得很好玩 可以看一下那个东西 例如像刚刚的同学告诉我们说 社会企业那个部分 其实他现在碰到的问题 就是来自于说这种双重逻辑的一个东西 我们术语上在做所谓的一个 hybrid logic organization那个部分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为止 谢谢各位